1月26日陈慧玲、陈一迅、杨千华等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奥运火炬手活动 会上主办方特意邀请了几位运动员到场与火炬手们共同庆祝活动 Eason笑称为了届时能够穿出线条 自己最近正在努力锻炼 在排练那个我因为会走那个巡回演唱会巡回 所以一直都在练气其实不我觉得跑了两百两百米应该应该还可以 唱得住只是我觉得我的身段可能要有样子 没有人秀很多了已经 没有秀很多了真的 不是秀是fit 用那个有线条一点 有线条一点就穿那个衣服比较好看嘛 穿的好看然后看到就 哦原来要这样子 你都不是穿遥用衣 很贴身的我知道 背心跟那个高叉的短裤 高叉短裤的那种知道吗 OK 谢谢 拜 然后希望可以要多涂cream 那个腿要不能干燥嘛 要多涂一点 很烦啊 然后再黑一点 即将在六月召开演唱会的凯莉称自己到时的体力一定没有问题 只是担心发焦喷多会引起火灾 凯莉还特别表示自己一直很佩服运动员们的毅力 就是那天要跑步然后拿着这个火炬 那我会为那天而练习跑步啊 还有会健身 那刚好因为我六月开演唱会嘛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练得一身好武功了 那所以那天跑步的时候一定没问题 但是我会跟我发行师说不要碰那个发胶 因为我怕会着火啊我的头 有的运动员都很有毅力 那上场那位当然是特别努力 而且特别有毅力 因为骑马耶 骑马真的不简单 因为我骑过 呃 然后他除了骑马 为了骑马 为了马术而练游泳 呃 太极 比拉提 很多 呃 还有练平衡 所以为了一个目标 要付出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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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努力 所以我很佩服运动员 真的他们的毅力是超人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